所以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出来 还原观上讲的唯一有词 为什么呢 做出来就是度众生 我们不照规矩做出来 自度可以没问题 不能理他 敬宗是大臣 大臣不舍众生 念念要帮助众生 念念要有成就众生的这个心 这个念头 总要帮助他 帮助他呢 他有没有语言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今天没有神通 我们不知道这个众生呢 跟佛有没有语言 但是我们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这个修正 这个信节行政做出来 给他看 他有缘的 他相信 可能这一生他读 他没有缘的 也跟着众生根 他看到 我们这个形象 所谓是 一列而根 永为道中 看到是列眼根 听到 是列而根 阿赖耶里面都中了佛的种子 这些全都中了生根 虽然这一生他还是迷惑 他还是不相信 这个善根功德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呢 经教里面说 这个善根叫金刚中子 永远不坏 他造业 他说报 他造善业 三善道 说报 他造卧业 三卧道 说报 什么时候 他对于这个六道的国报啊 感到厌恶了 感到讨厌了 他阿赖耶里面的佛法种子就先赢了 就起作用了 只要这个种子起作用 只要他想到佛 念到佛 佛就先赢了 佛慈悲造的基础啊 所以 来生后世 必定因阿赖耶落下这个种子 他得多 你说这个功德多了 世间法 世间法 世间法将六道啊 六道里面一切功德 都比不上这个功德殊胜了 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学佛的样子 给人看 这几大功德了 有点赞